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决定在我的阳台花园上面种上一颗 现在就去给它挑一个棚 这个铁线绝它对花棚材质没什么要求 你觉得用什么样的棚来种好看的话 就选什么样的棚来种 然后就是这个大小 大小的话比现在的这个花棚大一号就可以 我就选择这个花棚来种 好像还不错 接下来就是配土 这个铁线绝它是喜欢这种疏松透气肥沃的土壤 一般常用四份泥炭土 四份辅液土 加两份核砂配置来种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通用土种 先在这个盆底加点土 想买这个土的话 还有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了 再把这个铁线绝给取出来 这个土 这个土跟我的这个土还是比较接近的 继续加团 继续加团 稍微给它提一提拍一拍 四周摁紧 这样就差不多 再给它浇透水 浇透水之后就可以搬去缓苗了 把它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缓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 可以